第十一章瞠目结舌 教育 他现在敢教育沐云吗 这小子 今天可是吃错了药 得到莫问大师的青睐 日后 说不定还要巴结他呢 呃 而女婚事 当由他们自己做主 您说是不是 沐组长 陆啸天尴尬地回了一句 呃 对 对 听到陆啸天有点偏向沐云的话 沐凌晨一时间也是摸不住头脑 今天沐云是怎么了 首先拒绝婚事 和平日理的他 截然不同 其次 陆院长今天居然会来沐家 他可是知道 陆啸天身为北云学院院长 是帝国之人 很少涉及这些家族之争中去的 所以 为了避嫌 也很少进入哪个家族府邸 但是 他心底里对沐云虽然疼爱 可是大长老 二长老在家族也是举足轻重 他也不愿意让两人动怒 组长 不对 正在此刻 二长老再次开口了 二长老再次站起身来 道 沐云这十年 对我沐家 从未有何贡献 家族养了这么个废物 关键时刻不出力 留他干嘛 而且 殴打对我沐家贡献颇大的老管家 实在是罪该万死 这位长老 这话 不应该是从一个长辈嘴中说出来的吧 然而 二长老话语刚刚落下 沐凌晨还未应答 墨大师却是忍不住开口了 今天 从和沐云短暂的交流之中 墨大师已经彻底相信 沐云 绝对是炼丹界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何沐家众人 一口一个废物 饭桶地称呼他 而且和沐云短暂的相处 他很欣赏 沐云这个人 所以听了事情全过程的他 也是忍不住插了句话 只是听到这句话 二长老却是愣了一下 这老头子 只是陆啸天一个老仆从 居然在沐家家庭会议之上插嘴 也太不像话了 而且 二长老之前 已经是被沐云顶撞得怒火攻心了 正愁怒火没地方发 老东西 这是我沐家家族之事 与你何干 与老朽是无关 只是 老朽也是沐少爷的客人 但自从老朽跟住沐少爷进入到院子 居然无人来招待 你沐家代客之道 便是如此吗 莫问被这一生老东西 也是叫得心生怒气 不客气还击道 而且 是这位管家 对沐少爷不敬在先 打他两巴掌 老夫还认为轻了 你作为家族长老 不问是非 就把罪过算在沐云身上 实在是不分青红皂白 听到莫问的话 二长老笑了 客人 陆院长是客人 你算什么东西 一个老仆丛 还想人招待 老东西 立刻从我沐家滚出去 放肆 只是 二长老一句话刚说完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紧接住 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 桌椅粉碎 溅起尘埃 陆啸天一屁股从座椅上站了起来 脸色涨红 陆院长 看到陆啸天突然发怒 大长老 二长老都猛了 只是一个吓人 陆啸天 至于动怒吗 莫风卿 你放肆 陆啸天直接指着二长老鼻子 破口大骂 莫问大师乃是沐云导师 请到府上做客 你居然敢如此无礼 我看你沐家子弟 也不用到北云学院学习了 陆啸天这一句话 几乎是吼出来的 什么 听到陆啸天的话 大长老 二长老等人 瞠目结舌 瞬间傻了 第十二章完蛋了 莫问 整个南云帝国 只有一个莫问 大名鼎鼎的莫问 眼前这个衣着普通 看起来十分常见的老人 居然是帝国南云学院副院长莫问 扑通 二长老扑通一声 一屁股跪在地上 彻底吓傻了 莫 莫大师 对不起 老朽不知道您是莫大师 实在是 老头子可承受不住您的大礼 被人骂到老混蛋 莫问也是心里不爽 开口道 老头子非要跟住沐云兄弟来府上做客 您这么做 老朽无所谓 不知道沐兄弟 沐云 二长老目光落在沐云身上 恨不得狠狠扇自己一巴掌 这个废物东西怎么就搭上了莫问大师这艘大船 莫问大师是谁 就连南云帝国皇帝都是对莫大师客客气气 他一个小小的穆家分支二长老 算个屁啊 穆云 快帮你二爷爷我说说情啊 二长老转向穆云 哀求道 求情 穆云眼神有些冰冷 今天 若不是莫问的突然出现 恐怕 他一生拒绝 争执下去 这两个老不死的 就真的加法伺候了 义父 莫云离也不理二长老 一脚将他从身边踢开 对住穆凌晨拱了拱手 婚事 孩儿想自己做主 孩儿还要接待客人 就先告退了 看到穆凌晨点了点头 莫云大摇大摆 从大厅离开 莫大师跟在身后 脸色不是很好看 而陆啸天 一张脸早已经是变得铁青 穆族长 陆啸天临走时开口道 穆丰青既然对帝国大师如此看不起 那我小小的北云学院 也不敢再招收二长老一脉的子弟了 让他们择日回族学习吧 甩下这句话 陆啸天转身离开 要不是穆云 他甚至让整个穆家子弟 都不能到北云学院学习 听到陆啸天的话 二长老一屁股坐在地上 完蛋了 北云学院的教导 可是比家族教导好上数倍 如果以后自己这一脉的子弟不能入院 那以后 自己这一脉在家族分量 也会渐渐变轻了 穆云 心中念叨着穆云的名字 二长老的脸色 渐渐阴沉 秦老太爷 这 穆族长不用多说 姚儿自小多病 注定活不过二十岁 这门婚事 秦老太爷再等等 穆凌晨抱歉道 今天 我也没想到 莫问大师居然会来我穆家 而且云儿这孩子 和平时不太一样 今晚我找他谈一谈 并会促成这门婚事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那今日就款待不周了 莫问大师还在 穆凌晨歉一笑下了逐客令 莫问 可是帝国大人物 整个南云帝国 别说北云城穆家分支 就算是帝都穆家 也要礼让三分 穆凌晨自然要去招待 穆家大门外 秦始宇和秦梦瑶一老一少 渐渐离开 爷爷 穆叔叔说 穆云天性穆论 而且北云城传言 穆云是个书呆子 可今日摇而看 穆云 可是很强势 走在路上 秦梦瑶忍不住倒 呵呵 秦老太爷呵呵一笑 这个穆云 恐怕传言不尽真实 试问 天性穆论之人 敢在今日大厅内如此激烈的反抗 废物白痴 爷爷不信 莫问莫大师 会对一个废物感兴趣 那 秦梦瑶有些不解既然如此 为何 穆云之前在北云城的名声 会那么差 第十三章条件 穆云来自帝都穆家 乃是族长之子 这小子 今日有如此变化 只能说明 他一直在韬光养晦 听到孙女的疑惑 秦时宇肯定道 你与他的婚事 若是成了 说不定 可以评计莫问大师 治好你的怪病 这门轻事 希望穆组长 能够促成啊 听到此话 秦梦瑶 绝了绝嘴 他自问长相貌美 可今天 穆云居然当众拒绝婚事 虽然是反对家族包办 可对他也是打击 而且 想到自己还有一年时间 秦梦瑶脸色暗淡起来 若是穆云听到 秦老太爷对他的评价 恐怕会笑出眼泪来 韬光养晦 这个词 还真不适合他 只是此刻的穆云 却是笑不出来 反倒是一脸苦闷 莫问这个六星炼丹师 实在是太 太烦人了 自从进入到他的小院 便是一张嘴没停过 不断询问他 关于炼丹的知识 若不是这老家伙 在大厅内 让自己胡夹虎威了一把 穆云真想堵住他的嘴 好不容易到了日落西山 看到莫问还有留下来的打算 穆云赶紧送客 莫大师最后也是无奈 意犹未尽地离开 陆啸天也是赔了一天 心惊打寒了一天 整个穆家 从上到下 更是大气都不敢喘 以往 穆云小院都是冷冷清清 今日 周围却是站满了人 只是 随着莫大师离开 那些人也是渐渐散开 明月高悬 穆云坐在床上 回想起一天的波澜 苦笑不已 前世 身为万千大世界的先王 呼风唤雨 无人可挡 可是 却是被一群小人算计 到萧深远 想到那数十位先王 联手击杀自己的场景 穆云心头恨意涌荡 既然 上天让我再来一次 这一次 我定要杀回大千世界 重振还宇 穆云心头呐喊住 吱压一声轻响 门被推开 穆凌晨从屋外走了进来 义父 穆云公公静静行了一礼 站起身来 原儿 为父这些年 有愧于你 不过今日 你倒是让为父刮目相看 穆凌晨开门见山道 为父不会去问你和穆大师的事情 只是 与秦家的联姻 为父希望 你能够答应 答应 为何 叹了一口气 穆凌晨坐了下来 北云城 被四大家族占据着极大部分的资源 秦家 穆家 王家 雕家 四大家族 如今 王家和雕家联手 对我们穆家和秦家施压 我们必须要做出行动 穆凌晨沉重道 你也知道 现在家族之中 大长老和二长老气眼嚣张 这件事情 为父希望你能够暂时答应 我们表面上和秦家联手 暂时缓解眼前的压力即可 日后 再解除婚约便是了 穆凌晨看住穆云 眼中居然是带着一丝恳求 穆云愣了 在之前的穆云眼中 一幅是肩不可摧的 任何时候 都是笔直地挺起肩膀 似乎是此刻 穆凌晨的表情 打动了心里 曾经的那一个穆云 缓缓点了点头 穆云应道 好 我答应 听到穆云答应 穆凌晨有些诧异地 看了看穆云 但是 我有个条件 只是 穆凌晨还没来得及高兴 穆云再次开口了 第十四章炼丹 条件 穆云今日性格大变 这个条件 恐怕不一般了 我需要一顶丹炉 四径草十株 百银花十株 银毛柳草十株 生怕穆凌晨反悔 穆云刻不容缓道 今夜 我就要 只是 听到穆云的话 穆凌晨却是傻了 呃 这个 很难吗 看到穆凌晨呆滞的样子 穆云挠挠头 有些麻烦道 不难 不难 穆凌晨赶紧答应 我这就给你拿去 似乎怕穆云返回 穆凌晨一溜烟离开 那 开什么玩笑 四径草 百银花 银毛柳草 这三种草药 也只比紫玉果 强那么一点点 至于丹炉 秦家还真不缺 穆凌晨发冷 是没想到 穆云居然提出了 这么一个 不像条件的条件 看到穆凌晨 急急忙忙的样子 穆云一阵苦笑 婚事 他是暂时答应了 只是 想让他争取了 那什么秦梦瑶 可没那么简单 眼下 需要提升实力 只是实力提升 所谓的压力 将再也不是压力 月夜中天 穆云置身在穆家丹方内 摆在他身前的 是十株四径草 十株百银花 十株银毛柳草 穆云 要练丹 眼下 他已经是十九岁的骨质 想要靠一步步 去锻炼体魄 已经有些晚了 唯有通过丹药 来提升身体的骨质 提升自身的实力 四径草 百银花 银毛柳草 练至脆骨丹 必不可少 这具身体实在太弱 只能靠脆骨丹 提升体质和境界了 通过融合技艺 穆云大概知道 天运大陆的境界划分 肉身十重境界 第一重 脆体境 强身健体 体格拥有一牛之力 第二重 断骨境 强身健体之后 淬炼骨骼 拥有三牛之力 而第三重 一经境 却是一练经脉 使武者能够到达五牛之力 肉身十重的前三重 至关重要 使武者打下基础的根本 根基不稳 日后也难以有所精进 脆体境 断骨境 易经境 层层地境 使武者打下扎实根基的本源 这一点 沐云比谁都明白 眼下的他 只能依靠丹药 来提高肉身力量 而脆体丹 是他想到的 最为适合的丹药 看住眼前一人多高的丹炉 沐云嘴角微微扬起 炼丹 对于他来说 是最享受的过程 那种感受着丹药 在丹炉内 渐渐成型的感觉 让他痴迷 只是眼下这具身体 实在是太脆弱 不知道到底能够承担多长时间 炼丹 可是一门苦差事 武者 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炼丹师 可炼丹师 必定是一名武者 四镜草 引起丹炉底部的火焰 沐云毫不犹豫 抓起一株四镜草 投入到丹炉内 前世身为至尊先王 沐云收复两种天火 炼丹之术高强 可是现如今 他只能平击丹火 来炼制翠骨丹 百银花 约门实习时间 沐云再次拿起一株百银花 投放到丹炉内 若是沐云身旁 此刻站着一名炼丹师 绝对会目瞪口呆 大骂沐云白痴 第十五章 破玉拳 炼丹意图 需要徐序而尽 每一株药草 每一颗妖手的妖丹 都是需要一步步投入 过慢 会使得药草药效减弱 而过快 则会使药草药性 无法融合 甚至会引起爆炸 十夕时间 对于炼丹师来说 实在是太快 一些强大的炼丹师 炼制一枚高阶丹药 往往要数十天 甚至数月 正是因为如此 此刻的沐云 简直像是胡来 五夕时间 沐云控制着丹火 将银毛流草 丢入到丹炉内 三株草药 全部丢入到丹炉 期间相差 也不过是十五夕时间 刺净草 根部蕴含强劲的力量 刺激血脉 百银花 拥有强大的韧性 银毛流草 虽是鸡肋 可是 却是能够在四镜草 和百银花的刺激下 爆发出最重要的药效 沐云喃喃自语住 双手却是通过 不断操控丹炉下方的通风口 来调动火炉的火焰大小 夜月渐渐吸血 丹房内 沐云成一个大字 不顾形象地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累 沐云心底简直想骂娘 仅仅是炼制脆骨丹 居然是差点要了她的老命 之前的沐云 身体素质实在是太差了 张开手掌 看住掌心之中 九颗淡银色的丹药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滴 沐云微微一笑 原本可以炼制十颗脆骨丹 只是最后一颗 沐云身体实在是承受不住 才导致失败 脆骨丹 大概能够提高到 肉身一重脆体径吧 毫不犹豫 吞下一颗脆骨丹 沐云缓缓坐起身来 脆体径 顾名思义乃是淬炼身体肌肉 身强体壮 使物者拥有一牛之力 所以活到八十多岁 呼 忍不住呼了一口气 沐云感到那颗脆骨丹 渐渐沉入到腹部 化作一道暖流 在四肢扩散 嗯 不够 感觉脆骨丹的药效 并没有到达四肢百孩 沐云毫不犹豫 再次吞下一颗 温和的力量在体内流转 渐渐地扩散到身体内每一条经脉之中 沐云闭目沉思 心底内 一门五技 却是悄然运转 破玉拳 这破玉拳 曾经在沐云眼中 根本不值一看 可是现在 却是最为适合他 再活一次 五技 练丹 练气 对于沐云来说 这些知识 都是深深应刻在他脑海之中 他根本不需要为这些而担心 现在需要的是 静下心来 感受体内脆骨丹 每一次力量的传递 月落西天 天边 一抹飞红露出天际 一夜时间 沐云连续扶下四颗脆骨丹 直接跨过脆体径 踏入到肉身二重断骨径 而他身体内的力量 并不是五牛之力 而是七牛 两牛之力的差别 可谓是比一般断骨径舞者 强了三成 脆骨丹 脆链肉体 提炼骨骼 踏入断骨径 也是情理之中 睁开双眼 看到屋外亮光溅起 沐云微微一笑 他心中自然还有很多丹药的炼制方法 只是 以他目前的境界和经济 想要炼制那些丹药 却是有些不太现实 肉身二重断骨径 面对目前那老混蛋 倒是不会受肿了 自嘲一笑 沐云便欲站起身来 嗡 然而 正当沐云准备站起身之时 脑海之中 一道嗡鸣声响起 第十六章诸仙图 紧接住 沐云惊叉地发现 脑海内 不知何时 居然是出现一幅画卷 那画卷之上 三个大字 一一声灰 咬人眼盲 诸仙图 轰得一声乍响 在脑海之中响起 沐云只感觉 头要炸开了一样 一幅幅画面 在脑海之中闪现 那画卷内 无穷无尽的舞者 从四面八方汇聚 冲向一团白色光芒 只是 那白色光芒 陡然间发出一缕白芒 顷刻间 那成千上万的舞者 身体化作星光 消失不见 一幅幅画卷 彷彿真真切切 在脑海中播放 沐云大口大口地 喘住粗气 真正让她震惊的 是那成千上万的舞者 其中居然是 步伐先王强者 可是居然瞬间 被那白团秒杀 即便前世身为 万千大世界顶级的先王 沐云 也并未见过如此情景 呼 呼呼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沐云始终无法平静 画卷还在展开 可是沐云 已经是没有心情 再去观看 当初 她便是因为 这一件宝贝 才被万千大世界 诸多先王围攻致死 曾经的她 傲视群雄 对于这一件 未出世的至宝 是在必得 因此也是遭到围攻 只是致死 她都不曾打开 这一幅画卷 没想到 这画卷 居然在此刻打开 诸仙图 诸仙图 诸境万仙 沐云渐渐开始怀疑 她之所以未死 重生到这个沐云身上 或许也与诸仙图 有莫大的干系 诸仙图 沐云陷入沉思 能够一击斩杀 数以万计的强者 其中步伐 先王境界的强者 诸仙图 恐怕已经是 超越万千大世界所属 只是 万千大世界之外 难道还有 广袤无垠的世界 甩了甩头 将脑海之中的想法抛除 沐云自嘲地笑了笑 现在的自己 还是应该想一想 眼下怎么办才好 丁 只是 心神想要将诸天图收起 可是 一道丁响声突然响起 脑海中 那逐渐卷起的诸天图 居然是掀开一角 哗啦啦的力量 从诸天图内滚滚而出 一时间 沐云只感觉身体都要爆炸开来 几乎是一瞬间 他体内的肌肉 骨骼 被一股强横的力量冲击 只是 前世身为先王的经历 让他明白 那突然从诸仙图内 涌出的力量 对于他来说 百利而无遗憾 现在 他只需要咬牙成兽 渐渐地 额头上的汗滴 汇聚成骨 顺着脸颊躺下 后背青筋抱起 汗滴早已经是沾石衣衫 沐云的脸色 因为承受强大的力量 变得扭曲 可是 他依然咬牙承受着 呵呵 前世 身为至尊先王 什么苦没吃过 这一点苦 算得毛 双手成拳 身体颤抖着 沐云感觉自己的意识 越来越模糊 只是 他明白 一旦晕过去 恐怕那力量的传递 便会终结 奶奶的 尽管来吧 大骂一声 沐云一拳砸在地上 以疼痛 来刺激自己 保持清醒 砰 不知道过了多久 砰的一声 沐云一屁股坐在地上 疲倦感遍布全身 只是 那疲倦感 并没有持续多久 沐云体内 一股澎湃的力量 轰然喷出 肉身四重撞西径 张了张嘴 沐云愣在原地 第十七章跪下 就算前世身为先王 沐云也无法想象 一连跨越两个境界 直接到达四重撞西径 撞西径 乃是脆体 断骨 一经之后 强大内息 拥有九牛二虎之力 力大无穷 而且 更是可以在水底憋气十几分钟 脸不红 气不喘 相比于前三重 撞西径可谓是一个大跳跃 可是他居然 就这么跨过去了 朱天图 朱天图 你到底来自哪里 感受着脑海内 静静悬浮的朱天图 沐云自言自语住 沐云 你个废物 给我滚出来 然而 正当沐云 暗自欣喜之时 单房外 一道怒吓声 却是突然响起 紧接住 单房大门 砰的一声 被一脚踢开 一道身影 气呼呼地冲了进来 来人一身黑色短幅 头上留着短发 那裸露的双臂 散发着古铜色 肌肉隆起 看起来恐无有力 沐云 看到来人 沐云皱了皱眉 沐云乃是家族内有名的天才 是二长老沐风轻一系的子弟 本身天赋也是厉害 年纪轻轻 就到达了肉身四重状西径 而且是在一年前 最近 听说即将踏入到肉身五重凝气径 肉身五重凝气径 能够凝结气径 以气径伤人 可比肉身的力量强大了太多 沐云 你个废物 你个混蛋 看中沐云 沐云双眼几乎喷出火来 你个书呆子 耍了什么手段 居然让院长出手将我退学 我马上就要踏入到宁气径 都是因为你 沐云恼怒地盯着沐云 听牧管家说 你昨天很是威风啊 居然让我爷爷下跪 沐云 你个废物 给我听着 现在立刻滚到我爷爷面前 跪下道歉 再到院长面前 让他退回退学令 不然 双手个绷个绷直响 沐云盯着沐云的眼光 越来越阴沉 沐云很恼怒 今天一大早 他便是接到导师命令 让他立刻退学 回到家族 想要问个明白 刚进到大门 就看到墓前 墓前更是将事情前因后果 添油加粗地讲了一通 沐云这才忍不住 还未向爷爷请安 便是直接冲到沐云这里 下跪 道歉 没错 沐云冷笑道 难道 你还想象小时候那样 比我动武 让你学狗叫吗 沐云此话一出 不知为何 沐云心底内 突然抚抹出一丝怒意 刚到北云城那年 曾经的沐云只是九岁 不能修炼 那时候 沐云身体孱弱 沐云等几个沐家子弟 便是不断辱骂他 欺辱他 让他下跪 学狗叫 那个时候 沐云只有九岁 在南云城沐家 便是受人欺凌 来到北云城 更是内向 无可依靠 脑海之中 一抹记忆浮现 沐云的嘴角 渐渐扬起 我知道 你曾经的苦 日后绝不会再有 将心底 那一抹悲伤化解 沐云盯着沐云 飞雾 跪下学狗叫 不然 我可不会像小时候 那般善待你了 看到沐云 居然还敢盯住他 沐云冷喝道 虽然不知 沐云这个飞雾 是如何搭上院长 和莫问大师的 可是沐云确实知道 沐云天生性格懦弱 在沐家这十年 更是被教训的 像条狗一样 不管沐云和莫大师 如何搭上眼的 只要莫问大师一离开 沐云依然狗屁不适 根本无法修炼的他 到时候 还是被欺负的废物 眼下 只要正喝住他 以武力 让他不敢言语 到莫大师离开 沐云就是一块烂泥 想怎么捏 就怎么捏 第十八章 恶人还需恶魔 废物 跪下 学狗叫 双眼盯着沐云 沐云淡没倒 盯着沐云 沐云心头一记 可是紧接住 哈哈大笑起来 沐云 我看你是以为 榜上莫大师 你就在沐家 算个人物了 废物 你凭什么让我跪下 话语还未说完 沐云的身体 已经是冲出 肉身四重状西径 九牛二虎之力 沐云这一拳 虎虎生微 通背拳 这一记 乃是他在北云学院内 学到的通背拳 使全身上下 肌肉 骨骼 经脉连成一体 所爆发的力量 远远超过九牛之力 甚至到达十牛不止 沐云有着强大的自信 这一记 足以使得沐云跪地求饶 今日 我就让你明白 谁才是废物 话语落下 沐云一步踏出 破玉拳 玉碎 一声低含 沐云双手紧握成拳 骨关节凸起 浑圆干练 那双拳表面 甚至出现一道 若有若无的弧形气体 震荡住空气 护着他的双手 咔咔 四拳相碰 咔咔的碎裂声响起 沐云原本充实待发的身形 瞬间被阻挡下来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紫红 紧接住 渐渐失去血色 变得苍白 下一刻 一道惨绝人寰的嚎叫声响起 沐云双臂下垂 双眼凸起 眼球鼓挡住 充满血丝 扑通一声 双臂无力地搭拉在身体双侧 沐云跪在地上 忍不住哀嚎起来 那到底是什么拳头 沐云如同面临一场噩梦一般 刚才那一击 他旁扶冲撞的 并不是沐云的双拳 而是比花岗岩 更加坚硬的紫金岩 沐云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厉害了 现在 谁才是废物 一步上前 沐云居高临下地看住沐云 破玉拳 是沐云之前得到的一门脆体拳法 能够淬炼舞者身体 增强舞者的爆发力 在之前的沐云眼中 这门舞技 确实是垃圾 可是 在天运大陆 这门舞技若是拿出去 必将是震惊世人 简单 直接 有效 这便是破玉拳的精髓 虽然沐云现在仅仅是肉身四重撞西径 可是 本身肉体力量 远远不止九牛 已经是到达恐怖的十八牛之力 足足是一般撞西径 舞者的两倍 沐云与他相碰 简直是堂壁当车 自取灭亡 跪下 学狗叫 我饶你一命 紧盯着沐云 沐云毫不客气道 个人 必须要以更加狠恶的办法对付 你 你做梦 我死也不会学狗叫 沐云惊恐地朝后匍匐 颤抖道 是吗 一步上前 沐云手指成爪 抓在沐云双臂肘关节处 笑道 你信不信 若是你不叫 我这手指按下去 你的双臂 这辈子都废了 废了 听到此话 沐云彻底呆了 他已经是没有时间去想 为什么沐云会突然变得这么强大了 废了 一旦废了 他沐云 就将成为彻彻底底的废物一个 以后 还谈什么强者之路 叫 还是不叫 我可没时间和你耗着 沐云脸色阴沉道 一 二 汪汪 突然 沐云张了张嘴 发出两声叫声 汪汪汪 身体不断颤抖着 沐云双腿跪地 嘴巴不断张住 发出一道道叫声 他屈服了 一旦成为废物 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 他只有屈服 沐云 你在干什么 正当沐云汪汪汪地叫着之时 一道爆喝声 突然响起 第十九章 沐凌晨的威严 爷爷 看到来人 沐云挖得一声大哭起来 身体忍不住颤抖得更加厉害 沐云 你混账 你在做什么 看到沐云双臂下垂 沐风轻的身体气得直发抖 在他身后 沐前低着头 应深深盯着沐云 干什么 沐云哑然一笑 道 没干什么 只是和沐云玩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罢了 沐云 你胆大妄为 竟然对同族子弟出手 还让云儿学狗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沐风轻飞都要气炸了 二长老 此话和解 我记得 我九岁的时候 沐云让我学狗叫 一副阻拦 您也只是说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那确实是小孩子闹着玩 沐风轻也遇到 是吗 沐云的脸色 渐渐变冷 笑道 那后来 我十二岁的时候 沐云将我当成沙袋洗舞 我十五岁之时 沐云将我倒挂在树上 当靶子练射箭 这也是小孩子闹着玩吗 沐云 不管怎么说 沐云都是你的足兄 足兄 沐云冷笑道 废物东西 根本不配做我的足兄 前一是 见过太多的奸诈恶徒 沐云深深明白 恶人还需恶人魔 关键时刻 对待恶人 手下留情 就是给自己留下祸端 当初 你们是如何待我 现在 我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哼 你以为 攀上莫大师 你就可以为非作歹了吗 我现在杀了你 我还不信 莫问他会因为你 与我沐家计较 沐风清冷冷道 他算是彻底看清楚 不管之前的沐云 是真傻也好 假傻也罢 现在的沐云 就是一只 渐渐露出胡爪的诱虎 随时准备咬人 他变了 他真的变了 变得让人感到可怕 你敢 正当沐风清一股杀意 席卷沐云之时 院落外 一道哼声 突然响起 义父 组长 沐凌晨双手赴后 走进院中 看住沐云的眼神 绽放出光芒 二长老 我看你是越来越放肆了 沐凌晨皱眉呵斥倒 沐源是我沐家子弟 云儿也是我沐家子弟 子弟间切磋 受伤 在所难免 可你居然对云儿动了杀心 你可知道 他是我沐凌晨的儿子 沐凌晨声音带着怒意 今日之事 就此结果 可是 组长 二长老 你难道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沐凌晨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朝着二长老震慑过去 是 咬了咬牙 沐风清低下头去 今日之事 乃是目前满嘴胡言 挑拨我沐家子弟关系 将目前修为废除 逐出沐家 扑通一声 沐前瘫坐在地上 一脸煞白 这些年 依靠沐家管家这个身份 他没少持强凌弱 一旦修为废除 离开沐家 他的下场 抛下这句话 沐凌晨转过身 看住沐云 开口道 云儿 你跟我来 秦家老爷子带着秦小姐来了 你随我一同接见 啊什么 跟我来 沐凌晨瞪了瞪沐云 开口喝道 走出院门外 沐凌晨突然停下身来 看住沐云 满眼打亮的神情 肉身四重撞西径 而且力量远不止四重那么简单 你个浑小子 隐藏得倒是很深 没想到居然一眼被义父看穿 沐云尴尬地挠了挠头 我也不想问你怎么回事 不过 你既然答应了义父那桩婚事 就要去旅行 没有过多追问 沐凌晨开门见山道 你与秦家小姐联姻 也应该知道 秦孟瑶得了怪病 诸多炼丹师断言 他活不过二十岁 既然你认识墨大师 秦家老爷子这次来 就是希望你能够让墨大师 给秦孟瑶看一看 他的病 是否还有希望 怪病 活不过二十岁 沐云恍然大悟 难怪秦家与沐家联姻 要选择自己 原来是这个原因 义父 我与墨大师 也没有太深的交情 而且 那老头 烦得很 听到沐云的话 沐凌晨瞪了瞪眼睛 差点一口气 没喘上来 第二十章 他能行 那老头 烦得很 整个南云帝国 都找不出第二个人 敢说出这句话来 启禀组长 门外陆院长 和墨大师求见 说是 说是有些问题 请教云少爷 正当两人即将踏入大厅内之时 一道禀报声响起 卧槽 沐云忍不住骂道 义父 我说了吧 这老头 烦人得很 瞪了瞪沐云 沐凌晨急忙走出迎接两人 一位陆啸天 在北云城跺一跺脚 都是斗三斗的存在 一位墨大师 在整个南云帝国 吹一口气 都是震惊万人的存在 这两个 还都没有一个他能得罪的 沐家大厅内 秦老太爷 秦时宇 秦梦瑶 沐家等人 各自坐在一边 沐云百无聊赖地 站在沐凌晨身后 听着一帮老头 叙叙叨叨 莫大师 是这样的 我家瑶儿 自小体患寒疾 每到月圆之夜 体内寒气外泄 无法抑制 许多炼丹师断言 他活不过二十岁 老朽今日厚住脸皮 想请莫大师 施以援手 眼见时机差不多 秦时宇突然开口请求道 看到莫大师顿了顿 莫凌晨急忙道 秦小姐与云儿 不日即将订婚 现在 孟瑶也算是我秦家未来而席 听到此话 莫大师顿时来了精神 既然是莫老弟的未婚妻 老朽自然是略尽绵薄之力 今日来打扰莫老弟 老朽也是深感不安 秦小丫头 老朽给你看看 一听到是秦云的未婚妻 莫大师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他不难看出 沐云对他的不耐烦 只是 沐云对于炼丹知识的领悟 实在是惊为天人 作为一名六星炼丹师 颜面什么的 对他来说 屁都不是 能够炼制出更加高级的丹药 才是他梦寐以求的 所以他才厚住脸皮 再次来拜访 眼下听到 秦梦瑶是沐云的未婚妻 莫大师自然是想要施以援手 算是报答沐云 闻言 秦梦瑶走向前去 伸出鲜鲜玉手 莫大师食指摊开 指尖真元流动 化作一缕缕细丝 盘绕在秦梦瑶双臂之上 真元 乃是肉身七重宁圆境才会产生 看莫大师的手法 沐云明白 莫大师对于真元的操控 熟练无比 恐怕早已经是超过肉身十重境界 真元缠绕 莫大师感应着秦梦瑶体内的变化 时而摇头 时而皱眉 两久之后 莫大师收回真元 沉默不语 怎么样 莫大师 看到莫大师的表情 秦老太爷一颗心提到嗓子眼 秦梦瑶自小被寒气清洗 可是天赋极强 若是他死了 对秦家来说 无疑是损失了一个天才 老朽无能为力 沉默半赏 莫大师无奈道 这小丫头腹部 似乎是有一团寒气 时而膨胀 时而收缩 而且那寒气 老夫以真元靠近 居然被瞬间冻结 这样的怪症 老夫闻所未闻 完蛋了 听到莫大师的话 秦老太爷一颗心 如同坠落冰库 连莫大师都没办法 那整个南云帝国 恐怕是真的是 无人能够治疗自家孙女了 难道姚儿 注定要活不过二十岁吗 不过 莫大师咳了咳 突然道 老朽没有办法 可是 或许沐云老弟有办法 莫大师突然开口道 我靠 听到莫大师开口 沐云心中暗骂一声 死老鬼 每天叨扰自己不说 居然还给自己 甩个包袱过来 只是 听到莫大师的话 其他几人 却是一阵狐疑的目光 盯着沐云 他 能行